基本上這個動作做完跟這個動作做完 它會在我們的最後面這邊有一個叫 EnjoyManifest的XML幫我做動作 實際上以往沒有這兩個 如果說你不會這兩個也可以寫得出來 只是說一般的書裡面 你們可以看到在6-19頁 其實6-19頁也有給我們東西 可是它給我們東西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東西 什麼東西呢 自己coding上去自己寫上去 當然結果都一樣 只是說如果一般已經不太會寫程式的人 你叫他來這邊寫 我看他可能不太能接受 其實我們做完之後你會發現 第一個動作的程式碼在這裡 所以它自動會幫我加一行在這裡 就這一行有沒有 做完動作就是這一行 第二個動作做完的話就是這個 Receiver一直到哪裡呢 到這個Receiver 它實際上是XML 它有一個對策有沒有 上面沒有斜線到這邊就有斜線 Receiver有沒有 開頭那名稱是什麼 到Receiver結束 那裡面會有一個Intent Filter 開頭跟結束 中間會包一個什麼呢 包一個這個Action 有沒有它是一個Action 包在這裡 所以呢我們做完這兩個動作 程式就寫在這裡 一般書裡面是要我們寫程式啦 不過我是覺得這個太不人性化了 你這個寄完之後呢 做完就程式寫好了 OK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相關的這個程式做完畢 那我們看出來可以看到就OK了 那這個是Manifest檔的設定 但是呢 順便講一下就是說 其實為什麼之所以 因為書裡面是叫我們用4.03的吧 就是Android 15的版本 但是呢 你會發現 如果你今天 你的SDK是用4以後的版本 我不知道它跟Eclipse的相容性就有問題 你們回去可以試試看 如果你是用4點幾的版本 這個地方出來就白色的 這個地方出來是白色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到目前為止還是無解 所以為什麼我叫你們用2.33 原因就是因為 它跟Eclipse 4的版本跟Eclipse 就是有不相容的地方 這第一個 怎麼辦 你就直接要Coding 就不能用圖形化工具 那第二個就是說呢 其實4點幾的版本 裡面有很多SDK 如果你用了之後的話 在你自己的模擬器上面可以Run 也許在你手機上也可以Run 可是呢 大部分還是2.33的版本 大部分都Run不起來 所以還是不建議你們馬上用4以後的版本 我們書裡面很多的範例都是用4以後的版本 所以你在自己Run看得很爽很開心 可是你給別人別人還是Run不起來 所以盡量還是慢慢不用馬上用最新的 不然的話大部分人的手機窄了之後也是看不到 那等於你這個功用就會有限制 所以這邊順便講一下 那另外的話 再來 這個是有關於那個 我們的那個 這個Pocket Receiver的範例 那這個延伸出來 就是在那個我的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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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照考試裡面 也有相對應的就是我剛剛講的這個 如果你們對那個證照考試有興趣的話 在證照考試題目裡面的302 跟304 雙數題部分都有 都有 所以你們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一下那個 簡訊的設定部分 這個地方是在 把這個地方先縮小一下 這邊看得比較清楚 這個地方是在302 剛剛有講到 另外在304這邊也有 這個302的題目 多一個動作 就是說呢 當接收到簡訊的時候 要能夠跳到什麼呢 跳到另外一個頁面 也就是說呢 當接收到之後 它要跳到另外一個 一個Activity 然後那個Activity 要帶出另外一個頁面 那這個頁面的話呢 就是上面要放一張圖檔 表示說你接收到之後 再帶到另外一個頁面 那這個部分我看有沒有時間 反正第一步已經做了 你頂多再加一個動作 也就是再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那個 Image.xml 這個我想後面 我們有時間再來跟各位講一下 那另外呢 在那個304也是一樣 接收簡訊 所以基本上你會這一題的話 那這個應該就可以 那這個接收簡訊的話呢 多了什麼呢 多了就是說 你丟過來的東西呢 除了說要跳出Toast之外 還要把簡訊內容要秀出來 那簡訊內容我怎麼知道說 到底使用者傳了什麼簡訊 順便把它秀出來 那這一題就是要考你 第二個就是怎麼樣秀出這個簡訊部分 那我想這個部分有時間我們也再來看一下 那這個地方的話跟各位說明一下 那後面的話呢 等一下我們要來繼續看 這個是簡訊 這一題稍微比較簡單一點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要繼續看那個 我想第六章的部分 其他可能都會牽涉到那個 這個第 SDK的4的版本 所以我們 這個第六章大概就是講到這一題 Pocket Receiver 那接下來我們要看那個第七章的部分 第七章 第七章這個部分也非常的實用 那請各位看一下這個第七之二頁 七之二頁這個地方 有一個叫做assets 就是如果你今天有一個 假設我這邊秀一個給各位看 這個範例 就是如果你有個檔案 你要希望把那個文字檔秀出來 比如說在這邊我有一個文字檔 這個文字檔我希望把它秀在哪裡呢 秀在我的app裡面 那怎麼做 比如說我這邊匯入一個文字檔 就這個叫什麼 Dear John the later 什麼 begone 等等 這些訊息 然後呢 這邊是一個英文一個中文的翻譯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能夠把它秀在哪裡呢 秀在app裡面 一個文字檔也能夠秀出來 那另外我會把它改寫一下 你們也可以改 比如說你今天有好幾個檔案 好幾個 假設好幾個檔案 那你要做切換的話 你也可以再把它改一下 比如說改成什麼 123 比如說第一個文章 第二個文章 假設這邊有個李白的詩好了 你有好幾個詩 你今天希望點在哪一個 它就秀哪一個出來 好 那你可以透過這地方 就可以找很多資料 然後反正就把它放進去 那就可以做電子書 反正你就把大家電子書放進去 點在哪一個就秀哪一個電子書出來 很簡單 怎麼做 好 這個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把剛剛那一題先完成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幾個